大家好 很久沒拍過影片 但應該有兩個星期 因為這幾個星期都有很多工作 不是很多工作 有考試 本來想在兩個星期內 可以出幾條 因為要減少 因為考試 開完市後就放暑假 當然是 多一點時間 應該吧 好像去年那個 比較難說 好像零出片 暑假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要問我 不要問我 這些我全部不知道 好了 這幾個星期 發生了很多事 我用了鏡頭 拍這些後話 然後 進入了鏡頭 出來後 那時候 打算拍片 然後 半夜三更 有個人打電話 事件 經過 從前 有個同學 發了一段影片 給老師 老師就發給校長 就是這樣 校長就沒人 半夜三更打電話 有個同學 提供我 我 我聽到 有沒有搞錯 沒人 打電話 打電話 我還記得 那天是11點多 然後 那天 他在電話 不斷叫我 遞掉了 頻道 遞掉了 頻道 然後 我 沒聽他 當然 你看到我 從五十幾段影片 變成 二十幾段 三十幾段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知道 我已經按到手勸了 不要問我為什麼 那天 他一天 整個老師 就好像 單磅毛地毯 搬入我 回學校 然後 在組會 那時 就 踩到我 去 那些 不知道 什麼室 那裏 整個老師 就毀了 然後 問責 不停 叫我 填了 那些影片 我不知道 總之 我說話 是對的 很危險 就是這樣 他不斷跟我說話 但我已經 私有 很多 然後 還有很多的影片 我已經按到手勸了 還記得一個晚上 然後 校長又出來了 說 全家大冒險 一起來 不過 兒子 不知道什麼 我不知道 中文不好 然後 然後 就 就 快 考試 處 總 溫書 但我這些 我兼優的同學 當然會溫書 但溫書 不可以只 你二十四個小時 全部溫書 當然不是啦 不用睡覺 不用吃東西 我不知道 怎麼想 總之 叫我 下了頻道 如果你看到我這段影片 我代表我沒有掉頻道 我準備被人殺了 其實我現在的情況 好像 早餐之前 復活的時候 是差不多的 他的經歷和我的經歷 都差不多 所以我在電話裡 跟他溝通過 跟他講過 真的 說回同樣的經歷 問他怎樣 怎樣 不知道 所以 考試 還是會出片 但老師阻止我 阻止我 不出片 但我現在不知道為什麼會出片 還有 今天是星期六 我不知道出片的日子 可能是星期六 因為 因為 四分幾重 我不知道 我看到我的畫面 我完全看不到 我錄了多久 總之 這幾段時間 不能播出片 原因 就是這樣 絕對沒有藉口 是天佬才給我 好 去到這 那 不是 對 這幾個星期 為何不能播出片 好 先到這 拜拜